看一下阿鑫啊,阿鑫说除了我关站他的那几把他几乎是全赢的,只要我一关站他就输 那你以为我想吗对不对 厂长 他这还换了个皮肤啊 那天我还去跑去他直播间,他刚好在跟他的粉丝聊 最近被大赛关站的全输,剩下的我全赢 怎么回事 然后打了个问号 他就停止了他的那个接下来想要说的话 这把的话其实你别说,这把我觉得阿鑫估计也得输 因为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不好打呀 这个阵容为什么不好打呢 第一,他前期抓人快不了,对吧 就这个邮差相对来讲可以选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或者找个角落狗一狗什么的 邮差不被抓,拉拉队员杂技 这两个人一个厂长想要抓,你得花多少时间 对不对 正常不失误的情况下 我觉得一分半到两分钟嘛 一分到半到两分钟什么呢 两台半到三台机嘛 然后呢 野人来救人 野人来救人 你说真的想要靠双刀把这个野人秒了 其实我们关站这么多 我关站了这么多厂长 双刀把野人秒了的次数应该不超过五次的 所以说这个概率很小 他也很难拦住这个野人救人 那么厂长这个角色 现在我的定位就是一个 首以星监观者 交不交闪 要不要交闪 感觉好像 不用交闪可以 还有个地下室 等会儿 这个地下室好像不错 整体上面来讲 这个机枣 密码机跟我说的差不多 已经接近三台了 但是有一个地下室 同时呢 厂长留下了他的闪现 这个闪现是有点说法的 闪现是有点说法的 地下室闪现落地刀 有没有什么剧本可以写 因为厂长在整个队局当中 他的机会点一般都在中后城 防守算一个 手以算一个 放黑炭 压双刀 压不了 这些老野人 不太会给你什么双刀机会的 这边黑炭还走了 活命套上野人吃一刀 打了一个双刀 杂技这边的话面对一个厂长是有闪现的 走势肯定走不了的 走势肯定走 哎 野人如果不吃双刀 野人现在拉开以后都可以打一波压击救人的 所以说我说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把求生者 只要只是吃亏在 只是吃亏在这个地压师 但凡不是地压师 不打出这个刷 看一下剩下的机子 这里要把这个野人摸起来 不太好摸呀 厂长带张狂 那这边娃娃守着 一换 我怎么有种要四杀的感觉呀 手里面的话还好没黑炭啊 现在没黑炭 没黑炭 厂长这边换 落地 一刀打再补 哎呦 我天哪 直接双刀 关键这野人摸不起来啊 射杀了 丢完 拉拉队员那边能教自己吗 再换一手 回头 牵起来 他不想让这个野人被摸起来 因为野人摸起来以后 骑足什么的 就整个战局会拖得很长 他想这一轮直接结束掉 但这样的话 拉拉队员带飞轮的 他自棋比较快 那么杂技还是拖出了一个自棋 怎么说呢 这一轮其实还是应该先挂拉拉队员感觉 当然是马后炮的角度 从结果上来看 结果呢 由于这轮拉拉队员起来了 拉拉队员前面 手里面双加速 外加一个飞轮 三人开门战又出现了 哎兄弟们把我的号角拿过来 你还真别不信啊 这个局能翻 这个局真能翻 这个局两个人教自己 我觉得都能翻 对不对 你现在不可能过去管这个邮差了 机子好了 好 那这边邮差 这 啊 那边娃把拉拉队员抬了 我说